各位網友晚上好 又到國際商品的時候 今天有什麼國際商品會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們會看一下美國大選方面的情況 因為有消息指出 如果他當選 這個世界就真是納納亂了 究竟是誰? 一會就告訴你 為什麼是他呢? 另外也會看一下 你以為你老闆很開心 又很好心 帶你去玩 帶你去旅行 誰不知就糟糕了 哎呀 真是 這樣都大概是什麼老闆來的呢? 另外也會說一下 馬來西亞鱷魚咬死人事件 哎呀 真是可憐了 這些事件真是 周圍都繼續有咬人咬人 好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先 首先呢 我們會說一下 颱風譚美襲擊菲律賓呂頌島 造成最少46死265萬人受傷 哇265萬人啊 我以為我看錯啊 二百多萬人受災啊 真是可憐 哎呀 這個颱風譚美 雖然已經離開了菲律賓 但是根據菲律賓民房署表示 山泥傾瀉和水浸的情況 已經導致最少46人死亡 多數發生在這個呂頌島南部的六個省份 組成的北科爾區 其中以北科爾區第二大城市叫那加市 最多有14人離難 由大馬尼拉地區鄰近五個省組成的甲拉巴松區 亦都有15個人死亡 而其中14個就在八打岩傘 其餘奪命事件就在其他城鎮 那這個譚美颱風就進入了菲律賓附近之後 就慢慢登陸 而講到死者大多數因為山泥傾瀉和浸死 另外還有20人失蹤 根據菲律賓災難風險縮減氣管理委員會的災情通報 風災影響了57萬戶家庭的生活 相當於265.6萬人 真是恐怖 包括家裡水浸、對外交通斷絕和停電等等 另外有8.4萬多戶家庭被疏散到臨時收容所 基礎建設和農業的損位估計大概是333萬港元 菲律賓氣象局就說譚美橫跨了淚宋島之後 其實已經過了香港 但是他們現在的災情依然是繼續嚴峻的 更加見到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出動這個軍機 就運送這些救援物資去災區的了 估計又要撥款了 真的這個世界只是搞災情的 那些錢都很大的這些數字 菲律賓它都每次都硬吃的 又是一打風起來又是硬吃 沒遮沒染 所以不跟我們 有些人說香港都不打風這樣 你很想看打風嗎 我經常都說 因為風情就好 沒有涼浸浸浸就好 下雨這樣 熱烈烈的就嫌辛苦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不要忙又再難 另外也會看看 哇 在韓國差點又出現離泰院2.0的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又快要萬聖節 那些人又出去慶祝 啊 竟然呢 忘記了了 大家 又側在一條人車爭路的小巷上面 哎呀 死了 那 離泰院在22年10月29日萬聖節 因為大家迫去一條小巷 發生慘劇造成159人死亡 事隔兩年又出現了萬聖節 那究竟又會不會又有些事呢 猜不到 竟然又差點發生的 在奢侈品品牌這個 Prada 在首爾城東區聖水洞那人活動 吸引了超過700人 迫入一條小巷裡面 搞到呢 就人車爭路 連品牌大肆的藝人都進不了會場 擔心了 離泰院事件重現了 所以官方緊急取消的活動 其實就應該要一早 這些就做定了 你怎會在那條路被人進去的 這個也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是找來搞的 那這些有這麼多人的 那當然是立即要 cancel 否則一會 又有大鑊事起上來 真是秘劇 韓國你不用搞大型活動 不准搞 搞到失控的 另外也說一下 原來這個美國麥當勞大腸幹菌 即是說到那個洋蔥 現在又擴大了 嘩 感染人數增加到75人 那麽多 嘩 想不到這個漢寶包引發的大腸幹菌 現在已經有75宗通報 一人死亡 那些洋蔥暫停了都依然搞不定 那麽疾控中心認為 其實實際感染人數應該不止75人 那麽調查人員還未知道 究竟什麽是導致這個疫情爆發的 那麽但是大家的焦點就是 在那些洋蔥和牛肉上面 那麽會不會在麵包上面 即是正所謂的麵包皮上面 那麽真的不知道了 那麽這個 看來都很長時間 那麽因為已經有律師 事務所 就代表佛羅拉多州和萊布拉斯加州 兩名吃了這個足三兩漢寶包 出現了不舒服的人士提出訴訟 而每宗訴訟最少是39萬港元賠償 那麽當然是 那麽律師說 那麽這些好 那麽在美國很厲害的 那麽這些官司 那麽你真的拿了東西 陪到你腳都軟 那麽別以為 那麽肯定是我的 那麽 那麽 那麽不是你 那麽難道是我 那麽所以 那麽有時候 那麽地方不同 那麽 那麽你找到證據 那麽我先 那麽打官司 那麽大企業 更加死得兩前總 那麽很容易 那麽很容易 那麽 那麽全球局勢 那麽全球局勢真的非常之緊張的 尤其是 就因爲已經 伊朗被以色列再度轟炸 那麽在前夜 德克蘭,即伊朗首都出現了爆炸聲 以軍就說已經對軍事目標實施精準打擊 就著這件事件,大家非常之可能就說 嘩,是不是真的打呢? 我們先看一個報導 因為現在全球都越來越緊張 真的,嘩 說打,說打之前可能看著美國總統大選 我也說美國總統大選越來越近的時候 每天都一定有些堅醜事,讓你真的不應接不下 伊朗首都德克蘭,在日前凌晨傳出爆炸聲 其後CNN引述知情官員指出 以色列已經對伊朗展開報復性的打擊 美國官員就證實了 美方已經得知以色列的行動 但是就說美國不打算參與計劃 他這一刻而已,他沒有說以後 他打你的,關我什麼事 但是如果你還拖呢 可能美國就加入了 這些他很聰明的 根據CNN的報導 伊朗半官方媒體 就率先披露了德克蘭西部發生爆炸的消息 與此同時 伊朗國家電視台和發生社等等 開始就周圍都開始報了 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 後來 以色列軍方也都證實了這件事件 就著 這件事 以色列國防軍證實了 他們當地時間 26日凌晨 對伊朗軍事目標 實施了精準打擊 就回應伊朗政權對以色列的持續攻擊 以軍就表示了 伊朗過去幾個月對以色列發動多次襲擊 而言 以色列和其他主權國家一樣 有權利也有義務作出回應 真的 現在打到這樣 以色列展開報復性行動 伊朗敘利亞的軍事基地都遇襲 因為 始終之前伊朗就對他肥了這麼多東西 有沒有打過油田、核電廠 據報是沒有的 但是先打你的軍事目標 而說到 首先美國知道 到了這個情況 周圍都封起雲湧 真的好像開拖 究竟伊朗會不會還拖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 我們先看看 因為有傳伊朗已經進入備戰狀態 或者將會射多一千飛導彈去反攻以色列 現在大家就在那玩飛彈 先玩飛彈 你打我我打你 大家現在就在那試搏腳 因為伊朗用一千飛 他不用一千飛 怎麼打得進伊朗的防空系統 伊朗的防空系統都不是流的 是不是 你真的要用海量 要超過他的防空系統 你才可以有些飛彈飛到進去 你想想 他的鐵幕不是開玩笑的 那以色列呢 因為展開了這個報復行動之後 美國紐約時報就說 伊朗已經進入備戰狀態了 但是同時間也都避免戰爭 那如果 如果 有報導指出 以色列軍隊真的攻擊他們的核設施 石油基地 或者伊朗高層官員 伊朗一定會開拓 包括他們會發射超過一千枚彈道導彈 那當然 剛才就說炸基地 那你怎麼知道那一波原來 這一波而已 可能會不會再多一波 那我就不知道 伊朗現在這樣硬吃了一夜 扣了血 會不會又不還拖呢 其實 你要想一下 你一拳我一拳 那我不還拖也很沒面子 那我又還一拳 那你又一拳我一拳 那你又一拳我一拳我一拳你一拳 那真的淵淵相佈何時了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 就是叫做完結呢 我告訴你 是沒有的 你只有 接下來的社會越打越大 那現在大家就在這 其實就 你問我就在這試 試探 好像打拳一樣 第一回合 通常大家都在這試探 可能試一下他幾大力 那個距離感 那 看看他的 那些防守 那些硬不硬正 那試一下那些 那些步伐先 拿一下感受 或者自己拿一下 那些節奏 你現在 你現在 射幾飛 其實為什麼 伊朗 感覺上 真的弱一些 因為 你現在看得到 以色列 就 打中了 是不是 那但是 伊朗之前 要用海量的導彈技術 去 overload了 以色列的防空 那為什麼 以色列 真的有些 料到 這件事 都可以做一個全世界的放大 預想 以色列有什麼軍備 其實 美國是賣了很多軍備 給以色列的 其中 這個 也是幫美國的第五代隱形戰機 打響了個盒子 就是F-35 那麼 以色列的F-35i 就據報 這個 隱形戰機 飛越了 約旦 遠程 直奔伊朗 那我之前也都 講過的地形 是不是 以色列和伊朗中間夾著 敘利亞 約旦 伊拉克 這樣 你猜真的 隔幾個車站 不是的 很遠的 喂 那麼 以色列 要飛過去 其實都是要有些難度 別人要讓你進去才行 那麼 重要 如果你問別人拿這個 就是叫做 空域區 批准的時候 那麼 可能 他跟伊朗 打小報告 爆料的了 那麼 你到時候 飛過去就很浪費 但是 以色列 他有這種隱形戰機 真是可以 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 我們看看 究竟多厲害了 那麼 因為 自從以色列向伊朗報復之後 有約旦居民民眾發現疑似 以色列空軍F-35I的隱形戰機 劃破上空 劃破了這個約旦上空 一聲就飛走了 那麼 根據網傳影片和圖片 一部疑似F-35I低空飛越約旦 那麼 有民眾聽到 飛機的引擎聲 那麼 更加有報導指出 包括F-35I在內 100多架 以色列空軍戰機 飛行2,000公里 去襲擊伊朗目標 這樣 那麼 都真是幾誇張 對 不是開玩笑 大哥 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都很緊張 為什麼呢 是不是連美軍都 現在蠢蠢欲動呢 美國就說不會的 但是現在美國中央司令部就證實了其實多部美國的F-16戰機 美軍的 大屬美軍的F-16戰機已經由德國抵達了中東了 駐德國斯潘達勒母航空機地的美國空軍第480戰機中隊 就派了這個F-16抵達了中央司令責任區 中央司令部就沒有透露這幾部F-16戰機的具體任務 但是強調就是為了加強美國軍事存在和穩定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阿比指出 美方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堅定不移 就說適當情況下就會調動部隊 協助以色列防 另外美國已經向了沙特阿拉伯示意 假如受到伊朗或者代理人攻擊 美國也會協防沙特 沙特方面 你問我就拉攏 現在我支持你的 你不用怕 我把飛機都放在那裡 你有什麼死上來 你把眼睛閉上去 你任由伊朗來打 他不會打你的 這樣 那種 現在其實大家都在互扯 在互扯這些所謂的關係 所以其實 你隨著的時間流逝 越來越多事情 會清晰可見 好了 另外也說說說其他事先 不要說戰爭 李老闆請你去旅行 想著 這麼好死 辛苦了這麼久 終於有些傻傻了 誰不知 馬來西亞 原來有一間公司 在兩年前 就以員工旅行為理由 就帶了三十名員工 帶了去泰國玩 誰不知 一落地 就被人賣了豬仔 去了KK園區 說到整班人 有去沒有回頭 這麼恐怖 原先就說因為疫情解封之後 老闆就說想慰留員工 那些員工很開心 有三十多人擁約報名 好了 誰不知 人一落地 才發現原來公司和緬甸的詐騙集團聯手 設局 要將他們買到去緬甸做豬仔 真可憐 哎呀 真是 去完 全部都出事 現在 真是恐怖 說到其中有一位年輕人 他媽媽曾經勸過他 不要去 去泰國玩 有什麼事上來危險 兒子說你瘋了 有好處不去 一群同事有什麼害怕 猜不到 原來一群同事一齊落獲 後來 兒子去了一段時間 都找不到 媽媽聯絡不到他 媽媽擔心 於是就報警 後來收到兒子的訊息 原來他已經去了KK園區 那些 就說要找替死鬼 或者付錢才能夠離開 最後 媽媽四處籌錢 就籌了兩萬五千元寧吉 大概幾萬元港幣 那才可以 叫做熟回這個 洗 哇 真是你說死不死 啊 恐怖 唉 真是這樣的情況 哇 今晚阿sir請吃飯 隨便坐 我都不夠膽 一會兒 一會兒 有什麼事上來 就麻煩了 好了 另外亦都說說 哎呀 竟然有位小朋友 玩水 突然之間跟朋友 竟然遇到一條鱷魚 把牠扯進水 這樣 不見了 然後家長就報警 於是警方派了四名警員 和村民一起找 好了 那 講到說 後來就找到 一具毛頭屍體 哎呀 真可憐 是咯 那 警方後來就證實了 這位 男童 就是被鱷魚擔走的男童 其實原來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一個禮拜之前 曾經有居民發現到 有鱷魚出沒的 提醒各位人士小心 但是可惜 亦都出現了這些問題 所以都是告訴大家 這個時候 那些鱷魚都可能需要 穩定食物過冬 隨時又一一咬你 哎呀 真可憐 不過不關事 鱷魚應該去一些 比較暖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大家出外玩水 真的要留意一下 好了 另外 接下來就看看 說到說 如果牠當選 可能會天下大亂 什麼事呢 我見到有媒體就說 其實如果 賀錦麗當選 就會搞到這個世界 黏黏亂 那 行不行 是不是真的 其實裡面有幾件事 很簡單的 因為有人就覺得 如果賀錦麗 如果賀錦麗能夠當選 他未必震得住 世界各國的領導 因為 大家都明白 美國是一個什麼角色 所謂的世界警察 從來 從來 都是 你看到 是一個非常之 霸氣 是不是 就是被人的感覺上 是 真的站出來 有道氣場 但是有人就覺得 不是說奇不奇事 就是 賀錦麗站出來 沒有這種氣場 其實我這個觀點 我也之前有類似的說法 就是 賀錦麗給人的感覺是 和海可親 是不是有親和力 大少姑婆 你面對 這個世界各國 多國元首 不要說 這麼複雜 你看看 金仔 你怎麼跟金仔打關係 金仔 可能看一看 你 你搞笑 你出來 你 在這裏 我一邊說話 在這裏 我信不信 我塞你 在炮裏 炮缺 是不是 美國總統 我說之 你笑我 笑我肥 或者你見到普京 普京心想你什麼 在這裏笑笑笑笑笑 你很不尊重我 隨時 斷家 不管你 之類 有人就覺得 你在這個情境上 你就可以 有這樣的憂慮 就算你被賀錦麗上場 的時候 這個世界應該是會更加 他越來越瘋狂 越來越瘋狂 他掌握的 除了是這個美國總統之外 他也都是掌握著全世界 比較 當然是數一數以武器 比較強的國家 他也有核彈制的 你想一下 如果他被他去控制的話 會怎樣是怎樣呢 所以現在有種憂慮 如果賀錦麗 他能夠真的成功當選的話 這個世界是會極度危險的 好了 講開美國總統大選 究竟現在的局勢是怎樣呢 情況和民調之類 究竟美國國民 他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樣呢 首先講一下 特朗普將會重演 四年前搶先宣布當選 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 在四年前的對決 對現任總統拜登 在搖擺州結果未定的時候 自行宣布當選 當時就輸了 但是這次對上 何錦麗究竟會否重思顧忌呢 有美國傳媒披露 何錦麗陣營已經準備好 應對特朗普這個法律的挑戰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特朗普又會像上次一樣 當然 這種情況會不會是這樣呢 但是有一些人士覺得未必會 因為特朗普今次換了一批新的高級幕僚 認為他們今次就不會像上次一樣 自行宣布當選 到時會搞到混亂 對嗎 現在更加 何錦麗就預計 到時候可能 如果贏了 他贏了 特朗普就會出動 司法覆核之類的法律的挑戰 另外 有民調出來 例如說有六成選民擔心國會騷亂又會重演 有超過一半的人就覺得 是時候要出動軍隊去戒嚴 喂大哥 不用了吧 你投票 這些被人的觀感很差 在美國 搞錯啊 不是吧 這樣 離譜的 出動軍隊 你搞得很嚴重 這些事 給人的感覺就非常癡癡 我覺得就是 那 怎樣都好 其實現在美國方面的總統大選其中 炒作的位置 就一定是會拿中國來炒的 因為說到特朗普和萬斯的手機 封傳被中國黑客鎖定 中國黑客鎖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和他的競選拍檔萬斯使用的手機和電訊網絡 據報特朗普和萬斯競選團隊已經收到當局的警告 就說他兩部手機可能會被受攻擊 這樣嗎 這麼厲害嗎 兩下就可以找到特朗普的電話了 所以你說這些電話 是啊 天大地大 在這個世界中 這麼多手機的電話 你可以找到特朗普的電話出來 在網絡上面 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這些炒作一定是有的 如果不是 怎樣令自己有些人氣呢 然後看看特朗普怎樣所謂的環境 我一上場我就會用手指插他 特朗普可能會說這些言論 好厲害 得到很多選票 做不做一回事 拿選票先吧 所以 接下來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將會進入這個 就是叫前哨戰的白熱化階段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